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气如火药 泉如弹 发在行气一瞬间 我叫庞连福 今年六十五岁 北京人 我是三皇炮锤泉 第七战船人 起舞呢 五十多年了 我的父亲呢 是一个冠教授 在我很小的时候 五六岁吧 他总是带我到护城河滨上去战装 那个年代啊 我们国家正在起步和发展的时候 经济上很匮乏 那会儿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看本书啊 都很困难 看着别人练拳 就是爱上了这种武士 在六九年 我败在了北京市三皇炮锤泉第六代船人张本丽的门下 三皇炮锤泉的最大的特点 首先是内外兼修 以气为主 以修炼内骨和气筋 所说的内筋 以这个为主 通过战装的修炼 达造整体的松和整体的整 在爆发和计计的状态下 周身整力爆发在一个点 每每发力呢 要鼻中醒气 通过丹田的聚合和沉降 形成了一个爆发力 炮锤泉朴实大方 沉稳刚进 一叙一发 一气一力 柔化刚打 取化直发 它是一股在巧妙变化 迅猛快捷的情况下 来显示功夫的能量 是上巧不上力的一个缺谱 在明代末年 从我们河北传过来的 一日不练十日功 每天都要练习 通过你每天的不间断地进行训练 它才会形成一个你自身的肌肉机翼 尽力定性 所以功夫呢 不管什么都叫功夫 拍这个狗皮装弹 或者我每天发力打拳 这都是功夫 在这个系列过程当中 最大的手艺就是身体还是可以 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这个技法 退了休了有很充实的时间 除了正常的生活以外呢 这是我最大的爱好 尤其学生们也愿意学这个呢 自己呢也有一定的发挥 有一种生活充实它 这种生活充实在是 最大的手艺 它是以前的活动 最大的温暖 就是自己的配置 感谢观看